怎么泄力 旋转出现 球拍行变 泄力结束 力就泄掉了 很多人不明白 整个甩动作这么大 比如说我杀一个球 为什么我就不受伤 从侧面吧 为什么我的动作就看着就是 比如很多职业运动员 当然都这么杀 对吧 这个动作看着就是很伤疤 只有专业能打 普通能打不了 纯属无扯 出镜了有点 还是这个线 哎呦你这没泄力啊 早晚受伤 那说明我都是中午打球了 从来没受过伤 来看一下 那你首先要知道 我这个泄力的点在哪 第一 现在大家最受伤 最容易受伤的就是肩膀 好 首先肩膀我有力要泄吗 我的大臂是干什么的 我再说一遍 是跟着我的腰在一起动的 他又没向前他泄什么力 对不对 他不就给他拉过来 你做这个动作 你做这个动作 你的肩膀会痛吗 不会痛 那这灰盘跟他就没关系 所以我上面不管怎么做 我的肩膀就是这样的呀 明白吗 肩膀是不会受伤的 到肘了 肘要受伤 我肘得泄力 你只要做了内拳动作 就不可能受伤 我刚才说过了 你现在拍面朝下 这个地儿就弯不了 你想想 如果你特别快的 击球那一瞬间 棒 你击球那一瞬间 它肯定是有打击感的 那你这个肘就会出现一个什么 向前的或者向下的一个力 就相当于好像有人 比如说 拿拳头或者膝盖 扒着你这两个胳膊边 从中间卡来一下 这地儿弯不了 那如果你抽了大臂 带动小臂的这种动作呢 你这个发力是这么大的呢 如果你的动作是这么大的呢 那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旋转充分 走是朝上的 你就算这来一下 它这能弯呢 你就算拿膝盖撞一下 它也断不了 知道吗 你想想 你一个向下挥的动作 你走现在朝上 它卸什么力 然后到哪了 手腕 与毛球里就没有这样压腕的手腕动作 只有正反拧瓶盖的动作 它在初拍的时候 进了一下 剩下的手腕都没有动 它是跟着小臂的旋转在做的 挥完拍之后 手腕根本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最后力到哪了 这个球拍甩动完之后 如果松开手 这球拍直接无误就脱手了 砸向地面 不让脱手怎么办 不让脱手 我后三指和虎口是得固定球拍 那球拍就形变了 你说力到哪了 都到手指和中杆了 甭弹回去了 它天经地义 它不弹谁弹 它都形变了 它为什么不弹啊 就它成这样 它不弹回去 回弹都出现了 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手指定把力给卸完了 哪哪都没有事了 我的正手发力网课是什么 完美卸力出边甩 你首先打这个动作是 哪哪都不可能受伤 你才有可能打出边甩发力来 你打完之后 还有哪受伤或者疼 还是绝对不可能出来 一个正轨的发力的 关节疼哪都不行 哪关节疼都不行 肌肉疼哪疼都不一定是错的 一个羽毛球本来就是全身运动 他有球我告诉他 左手疼 他拿右手打球 左手疼 我说会不会你接球急了 这么划划甩了呢 这是球里来划划 左手来来回板 对吧 那他都有可能会肌肉疼 对打球 我说你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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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Rain